哎 这不是白雪的作业吗 哈哈 给她拿走 看她怎么向她的妈妈交代 拿上我的作业回家咯 去和妈妈一起看冬奥会咯 妈妈说我这次如果考了100分 就带我去看冬奥会 哎 我的试卷呢 我的试卷哪去了 哎呀 是谁拿走了我的试卷呀 嗯 没有试卷 妈妈就不会带我去看冬奥会了 是谁拿走了我的试卷 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 你别哭了 我知道是谁拿走了你的试卷 小鸭子 那你快告诉我好吗 小鸭子 你能告诉我 谁拿了我的试卷吗 我好想去看冬奥会呀 没有了试卷 我就没法去看冬奥会了 要想让我告诉你也可以 除非你回答我几个问题 关于冬奥会的问题 如果回答对了 我就告诉你 你的试卷谁拿走了 好好好 你问吧 今年的冬奥会 中国拿了几块金牌呀 今年冬奥会 中国拿了三块金牌 那你知道 中国的首金是由谁夺得的吗 这个我知道 是中国短道速华团体 获得了首块金牌 那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吗 知道知道 有曲春雨 吴大靖 范可信 任子卫 还有张雨婷 那第二块金牌呢 是由中国短道速华 队员任子卫 获得了第二块金牌 第三块金牌 是由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 吴爱玲获得了第三块金牌 哟哟哟小白雪 你这么聪明呢 那我告诉你吧 你的试卷是被贝尔拿走了 原来是贝尔在搞怪 不行 我得赶紧要回我的试卷 我还要去看冬奥会呢